弟子时常听老法师光谍 但近年在事业上遇到很多困境 虽说听经念佛 但现实的困难依旧使我感到很沮丧痛苦 请问老法师有没有方法 可以使我快速脱离这些困难 凡事都有因果 事出世间神仙 都常常教导我们 每一天要反省 每一天要思过 就是想我自己有没有过失 对人对死对物 如果发现过失 能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 一些困难全都发现了 那么这个问题 现在临到你身上了 你有 别人也有 在现前社会 像你这种情形的人一定很多 我在出学佛的时候就遇到不上 也有很多人来找我 我就送一本了凡私讯给他看 确实有效果 有几位 真的不但他自己 一教奉行 他全家都走 三年之后 有了效果 他的困难渐渐化解了 慢慢的能够稳定了 最后一步一步的形容起来 所以他看到我 对我非常感激 我说你不要感激我 这是你自己真正回头深暗了 真正懂得了因果报应 你能够把你的物业化解 断卧修善 这是你自己的功德 你自己的成就 我只不过是把这本书介绍给你而已 所以只要你能信 真正肯信 一教奉行 没有不能改正过的 这个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一生遭遇是定义 过去身中遭的定义 那么在伊斯兰教里头 古兰经里头也有这句话 伊斯兰教他不称上帝他称真主 我们佛经里头不称上帝也不称真主称发心 一个意思 造主吧 你看这个经论里头佛常讲啊 宇宙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来的 唯心所限 唯实所并 随佛法讲信讲实 那么他们那个教里面呢 称为真主 称为上帝 实际上是一桩思绪 在造主 古兰经上真主说 万老我依前定创造他们 你看上帝给人一生享福 也叫那个人一生受折磨 那这上帝不公平吗 怎么会对他那么好 对那个人那么不好呢 他讲的吗 他以前定 这句话叫大家没得说了 你前世造善业 那你这一生该享福 你前世造卧业 那你这一生该受罪吧 以前定嘛 不是以自己的意思 上帝很公平 上帝没有私心啊 那一句经文很重要 那一句经文很重要 一前定 但是 这个佛法 这个 伊斯兰也讲到了 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善悟 可以能够改变定义 那 廖凡先生 遇到云古禅师 云古禅师 教导他了 就是 努力的 断我修善 把定业转过来 定业 别人不能转 只有你自己可以转 所以他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清楚 方法教给他 他自己真的依教奉行 不过他做呢 做得很缓慢 你看看 回去之后 发心呢 做三千庄好事 三千庄好事 十年才完成 那不容易啊 十年才完成了 但是 他这个运一罚的时候 三年 第三年呢 他的运就转了 他读书 参加考试 但是 他命里头 没有公民 古时候这个公民就是讲 巨人 近似 他没有这个命 他的命呢 只能够到秀才 秀才 要比到现在的学位来讲呢 就是学士 大学位的学士 巨人就是硕士 近似就是拨死 最高的学位 所以他没有啊 那么到第三年 他就参加考试 那个命里注定的 他是考第三名 结果他考到第一名 这就不准了 每一年的收入啊 也增加了 所以慢慢的他就相信 他建立信心 所以到第十年的时候 年龄就参加考试 巨人也拿到了 近似也拿到了 拿到近似之后 他做这个保底县的直线 保底县的直线 保底是个大县 在这个河北 靠近天津 那时候归 这个中央啊 直下的 皇帝直接管辖的这个现实 他做了很多好事 他受命只有五十三岁 他喝到七十四岁走的 延寿二十年 这都是自己修的 他没有求延寿啊 延寿二十年 命里头没有儿女 他有一个好儿子 求来的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啊 那求有求的道理 你要懂 有求的方法 不是盲目迷信 能求得到 要真正从自己内心里面 忏悔 改过自信 断卧修审 这才真正把命运转过来 那么他年轻的时候 习气很重 都是过去生中些不善的习气 他在云古长寺很坦白都说出来了 一条一条反省把毛病都说出来了 这就是有救啊 云古长寺是叫他一条一条都要改 对你自己的身体 很不利啊 那么在那个时代 还有一个跟他状况差不多的 就余敬义 余敬义大概是大 比辽凡先生大 大概大十岁 我记得是大十岁 那个造的窝叶就耿中了 而且自己不知道 自己以为自己天天行善 不知道天天都在造为 那么总是一个读书人 还有一点善念 感动的造神 造神真有不是假的 造神现身来读他 把他的一生 我的念头 我的行为 一桩一桩说出来 给他说出来 说他哑口无味 告诉他的时候 应当要怎样去悔改 说完之后 就走到厨房里面 人就不见了 他就笑得造神来电话 从此之后 他那个改过的决心 跟这个做法 超过辽凡先生很多倍啊 辽凡先生不如他 那么国报也不相当 他的国报也超过辽凡先生 那么他活了八十八岁 到晚年的时候佛报就现成了 可是到那个时候啊 心灰意冷 他已经把人生看透了 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 那么在中国自古以来啊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留下完整的记录 不多 但是我们在古时候 古人的笔记小说里面 看到很多 只要留意到处都能看到 所以前世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古兰经讲前定啊 那是定数 那是定数 啊 可是定数 当中还有个变数 啊 变数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啊 天天呢 都在定数当中啊 做加减称处 我们的念头善 言行善 这就加了 就加分了 我如果念头我 行为我呢 那就解呢 就把你命的定数的时候 减少了 啊 所以每天有加减 大善大我 就是陈处啊 啊 啊 你又大善的时候 就成啊 大我就处啊 啊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啊 那么这些全都是世界法 啊 命里的财 财从哪里来的 财从财布施来的 啊 那有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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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库里很丰足啊 情是修财布施修得多 啊 真诚心去修啊 所以他财库丰足 啊 啊 这财从这儿来的 啊 如果我们 命里头没有财 啊 这一生当中啊 就应当 要努力去修财布施 啊 啊 生活的时候 宁愿苦一点 借鉴一点 啊 把这个钱省下来的时候 啊 都做好事 啊 帮助一些贫穷人 啊 那么到晚年的时候 啊 啊 你这个 这个果报就先前了 啊 无论经营 什么样的行业 统统会赚钱 啊 因为你命里都有 不管做哪个行业都赚钱 命里没有啊 做哪个行业都要亏本 就这么道理 啊 所以这事啊 你命里头有没有 啊 聪明智慧啊 也是这样的 聪明智慧是法无事 啊 啊 法布施的果报 的聪明智慧啊 啊 无微布施的果报 的健康长寿 啊 啊 什么叫无微呢 啊 现在讲这个是 比较上容易体会 啊 现在这个社会不是有恐怖分子吗 啊 你不常常生活在恐怖的世界里面 啊 怎样能够帮助众生 消除恐怖 这就是无微布施 啊 那无微布施里面 最这个 这个容易见到的就是素食 啊 素食啊 决定不去害这些众生 啊 你常常吃素啊 啊 这些动物小动物看着你 不可怕你 啊 为什么呢 你有慈悲心 你不会害它 啊 它不怕你 啊 那个吃肉的人 那时候 所以说有杀气 啊 我们人看不出来 动物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 看得有杀气 这些 它就吓得肝咖咆 about我 那 这个果报呢 健康长寿 所以现在人需求长寿吃这些重层肉 以为这有营养可以能得长寿错了 那把他自己的寿命可以折掉了 本来有长寿可以喝一百岁 结果喝到八十岁他就死了 他寿命减少二十年 甚至于严重的时候五十岁就死了 亏折一半了 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懂的 尤其没有福报的人要惜福 要修善 要既得 所以你看看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谁不要呢 不信佛的人他也要 其他宗教他都要 都希望得到佛讲得最清楚 你怎么做你才会得到 那么佛不教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世界法 不是究竟法 不提倡这个是怕你迷在这个里面 佛常常教人 以苦为死 这是对的 生活辛苦一点 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 你有处理性 如果生活在富贵当中 他对着你留恋 极乐世界很好 他没看见 他不太容易接受 如果这个地方生活很苦 讲极乐世界他很向往 他愿意去 到底在这个地方 这是佛的真实慈悲 但是呢 也不能没有 没有太生活太辛苦了 你也很难过得去 所以我们只要生活能过得去 真正明白了 那晚年佛报现前呢 要拿这个佛报啊 去给一些没有佛报的人 贫穷的人 苦难的人 给他们去享受 这就好 自己不要享受 古人呢 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 出家人 你看我们看一抹大死 这是近代最好的一个典型 一生都是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 他晚年住在苏州 零年三四 他的官房我就看过 很简陋啊 印竹一生的修行 中国古人所讲的 后级薄伐了 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模样 他老人家在七十岁之前 没人知道了 在这个葡萄山藏经楼 他管藏经楼 三十年 天天在读经 天天在念佛 没人知道这个 因为他是陕西人 因为他是陕西人 到南方呢 这个口音 讲话了 很多人听不懂 所以就没法再讲进 有人向他请教呢 他都把他用书性化来 用文字 这是偶尔 真地有一些学者 到葡萄山去游览 遇到他 给他一谈 这个出家人有学问 疑难问题 向他请教 他都能给你解答 那么这些学者 常常跟老后生同信 老后生回答这些信件 他们就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老后生这都出了名了 这一出名之后 皈依的人多了 供养的人多了 每一天写信 来应付这些人 这是他弘法的阶段 七十岁八十岁元吉 只有十年 这十年影响太大了 国内外在佛教产生极大的影响 那么老法师收入多了 一分钱都没有用在自己生活上 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 衣食住行都还是照旧 钱拿来干什么 拿来印金布施 他在苏州鲍格斯办了一个红花式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佛经流通处 印金印善术 老人家夜深非常重视英国教育 所以提倡这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印得最多 我对于这桩事情的发现是1977年 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 就在戒心街中华佛教图书馆 他那个图书馆好像还没有我们这么大 他那个佛堂没有我们这么大 比我们这个还小一点 我第一次到香港 那个佛堂是谈虚老法师在香港建立的 我到香港来的时候 老法师已经圆寄了 那么这个佛堂是由他的学生 跟常怀法师主持 我当时在那边住了两个月 讲了一句 那么图书馆里面 红花式的书很多 那么印光大师是我们的祖师 我的老师 黎炳南老爵士是印族的学生 所以我们有这个关系 对他红花式的书 就有特别的一份感情在 所以就多看这些东西 那么我看书 首先看版权页 了解这个书流通量有多少 结果这么一看就发现了 这三种书它印的最多 印的几十版 而且每一版的亮度很大 都是五万册十万册 概略的统计一下的时候 他说这三本书的时候 差不多在那个时代 它的流通量超过三百万册 我就非常惊讶 因为佛金没这么大的量 本来没这么多 而且印的时候量都很少 一千尘 两千尘 三千尘 没有相当的几万尘 所以这是让我们初学的人看到之后 大惑不解 怎么佛门的祖师提倡这个东西 不提倡佛法 那想了很久啊 以后再想出来的时候 印当是世界乱了 那现在来看的时候 就太清楚了 这个社会乱了 佛法救不了世界 乱也救不了世界 没人相信啊 因果报应能救 你只要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 讲清楚讲明白 你怕不怕报应 你坐的窝 动一个窝面都有报应 你还敢不敢等我呢 你还敢不敢做坏事 所以这个教育的效果很大了 你现在的一生都不如意 感到的时候 现实上 事业都遇到许多困难 生活的困难 事业的困难 家庭的困难 你想不想改善 从哪里做呢 如佛都很慢 都来不及 因果最快 我们都想明白 我们都想明白这个道理啊 所以那一次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也把这三种东西大量的来流通 好像印了大概六七万车的样子 而且在台湾过地方来讲解 我们佛门里面有很多法师 对于我的做法呢 都觉得不能接受 他说你是个佛门的法师 讲经法师 不讲经 你怎么去讲了万事兴去了 讲感应片去了 感应片道教的 他们说你怎么讲外道的 来遮难我了 来质问了 好在这个法师年岁得比我大 出家也比我久 对佛法也还了解一些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没有讲外道的东西 我讲的是佛法 明明这是道教的东西 怎么是佛法的 我说经过佛法法印印钉 他瞪着眼前 什么法印啊 诸我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这是不是法印 他就没话说了 那印光法师提倡这三样东西 都符合 这佛所说的 符合佛所说的 就是佛法 你怎么可以把它看成外道啊 我这一解释他掉头就走了 你再也不理我了 你再也不理我了 佛法印印钉的 那么四 这各三十年了 零六年正好满三十年 三十年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 三十年前这些书 还有人看 很多人喜欢看 现在三十年后啊 这个书没人看了 也看不懂了 这个过文程度真是一落千丈啊 看不懂了 现在人喜欢看电视剧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祖师的苦心啊 他要用这个东西 用因果教育来拯救世界啊 做了那么多的工作 这个是给我们的启示 提醒我们对他这个工作的注意 我们注意到了 我们看到了 那我们就要借助 把他这个悲慈悲心呢 要发扬广大 把他这个事业的时候 要普遍来推广 那想来想去 只有电视连续剧 我想了很多年了 这个东西要花钱啊 不少钱啊 拍这个专辑啊 随着佛门常讲的心想四尘 啊 居然就有一位居士 啊 他拿了一笔钱给我 我就问他钱从哪来的 啊 是他父亲的遗产 啊 父亲过世了 兄弟姐妹分这笔遗产 啊 他们是在这个香港 经营一个轮船公司 啊 后人都不愿意做 就卖掉了 啊 卖掉的时候 他分了九百万美金 通通拿给我 他说我一分钱 我都不要用 拿去做 佛教教育四业 好啊 啊 我这一算的时候呢 我们拍这个三种 连续剧啊 五百万美金 这些钱就有了 钱我也没有要 你直接就跟他们去付去 我只给你借头 我找到有本场 拍急功的 大家都知道 我就找他 那么两百四讯呢 拍摄完成了 现在在剪辑 他告诉我 大概三月 可以退出来了 第一步二十几 接着呢 我们就拍感应片 会编呢 三十几 啊 然后再的是 两凡四讯呢 三十几 啊 总共八十几 啊 我要求的品质很高 啊 过去人家很喜欢 是是 像这个这个 永正王朝 我听说拍得不错 啊 我说我们的品质 不能够低过他 高过他可以 啊 听说 永正王朝拍摄的时候 一级啊 是 这个这个 人民币是 四十五万 啊 现在当然了 这个 费用会提高一点 我给他的标准是一级五十万 我说你好好给我做 这也是祖师的加持 三宝加持 众生有福啊 啊 这样子顺利啊 搞成功了 啊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 啊 而且呢 这个片子完成之后 我们上面要打外国文的字幕 啊 啊 那么联合过 有六种啊 这六种 这六种 这我们中文是一种 啊 我们是用中文 来演说 啊 但是外面又用英文字幕 啊 除英文之外 有法文 有阿拉伯文 有俄罗斯文 啊 有西班牙文 这六种文字 流通到全世界 啊 所以不但在中国弘扬 在全世界弘扬 提倡英国教育 啊 就除了英国教育之外 我们实在讲 再也想不出 好办法来了 啊 英国是真点 决定不是假点 啊 我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 啊 确实 首先接触到的呢 就是两份思绪 啊 那个时候我年轻的 遇到一位老先生 啊 六十九岁 啊 我二十六岁 啊 那个老人家六十九岁 他把我们看成孙子妃看来 很爱护 嗯 就送我一本 廖凡思绪 啊 那我把这一部书 从头到尾 好像是看了三十遍 啊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看了三十遍 非常感动 廖凡先生的毛病 我通通俱足 廖凡先生的佛梦 我比不上他 啊 所以看了这个时候啊 才真真 晓得自己啊 有意无意造许多罪业 啊 就赶紧回头 啊 那么在没有多久 这就结束到佛法了 啊 就从这真正回过头来 啊 那么这回头之后 语言都非常殊胜 啊 啊 张家大师元旗之后 我亲近李老师啊 啊 李老师是朱金舟先生介绍的 啊 就是第一个送了凡思绪 这个我的这个老先生 他跟这个李老师是老朋友 啊 他们好像啊 年龄也差不多 啊 好像是童年 啊 老朋友 就介绍我 认识李老师 啊 那么李老师就劝我 学奖金 啊 所以奖金是李老师教的 啊 我佛法的基础 张家大师奠顶 啊 所以这是 试出世间法 能不能成就啊 关键在老师啊 那老师教的学生很多啊 就学生肯不肯受教啊 又是一个关键 啊 遇到好老师 对老师怀疑 不能完全接受 那就很可惜了 啊 所以对老师有信心 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信心 对自己学习的成就有信心 啊 你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啊 学而实习之 不宜悦佛 我们在学习当中 体会到啊 啊 这个佛家讲的 法习充满 啊 真正的受用 啊 越学越快乐 啊 学佛 这年 两天就过年了 啊 这过年 我学佛就五十五年了 啊 啊 讲台上 讲经教学 四十八年 啊 四十八年 啊 啊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 啊 法师你要不要到场 啊 我就跟他说 我说中国大陆啊 地方很大了 啊 很多人请我去讲经啊 我说你相信不相信啊 请我的地方至少有三百个 相信 那么大了 三百个地方呢 当然是 是可能的吧 我说我一个地方讲一个月啊 我讲到一百岁还讲不完呢 我想想我要到场干什么 啊 一生没到场 我在香港 我住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买这层楼的 陈老太太 这层楼是他买的 给我们这个学会的 他自己的房子 借给我住 好啊 借给我住 房子的所有权是他的 使用权是我的 我使用他所有 他有所有权 所以房子里面所有一起开销啊 都是他拿 水电电话费都是他付 我什么都不操心 只给我一把钥匙 很自在啊 所以到八十岁了 我没有房子 啊 说老实话 我也没有信徒 啊 我也没有成立任何机构 进中学会 是每个地方他们自己成立的 与我不相干啊 啊 我劝他们成立 我绝不干涉他 啊 他们好意呢 要我做他们的导师 反正导师无所谓了 我 不去干涉他就好了 所以 有时候就来问问问题 啊 这个我有义务啊 为他们解答 啊 所以一生 啊 真的我做到了 不管人 不管钱 不管死 啊 啊 那么这些年来的时候 啊 啊 不看这些东西 啊 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电话 哈哈哈 没有电话 什么都没有 啊 所以才清净 啊 身心清净 啊 每天的工作 就是读金 啊 啊 除这个之外 没有事情 啊 这个就是 我养生之道 啊 所以解决 这个一切困难问题 离不开英国教育 啊 英国教育 非常重要